喜欢这个天井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在楼下的话 我直接喊上来 Boya 上来麻将三缺一 直接听得到 在视频前的你大家早安 你看到今天台阳是不是足够的烈 没有错今天我又来到这边的旺区 Pukinda 给你介绍一间 真的是市场上你很少看到的屋子 这间屋子是在哪里 刚刚我就讲了Pukinda 这个Precinct是在哪里 这个Precinct是在D Grand 顾名思义D Grand Grand代表什么 就是高级 今天给你介绍一个 是属于一个高级区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个屋子有一个很重要的爆点 是什么爆点 这个屋子是一个算成的半毒力 然后它的银行估价 我听讲银行估价 来到1.55M 然后屋主本来是卖1.5M 但是他想通了 他卖了一个真的是很诱人的一个价钱 想知道请看到最后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D Grand这一边 给你拍摄这个算成半毒力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街区 这边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社区 然后我们一起进来这个屋子看看 这个屋子是40乘以80 然后试加一房 三个五个厕所 这边有那个把握威力的 把握威力很严格 而且它的位置是很诱人一下 很strategy 因为它是在Pukita 的Ral-About 如果你们来过Pukita 的Ral-About的话 你们也知道 那个很著名 有很大的一个公园 没有错 从那边过来的话 大概只需要一个两分钟就到了的 所以这边是一个10分钟的生活圈 无论你要去到哪里 Pukita 任何的角落 都是10分钟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屋子 这个屋子 这个D Grand 它是属于主打一个high ceiling的concept 所以里面的屋子都是很高调的一个设计 所以这个屋子看起来会额外大凡 所以这边是一个Semi-D 所以它旁边会有一个石扯地 后面也会有一个石扯地 这边等下我进去里面 我再给你看一下后面的那个地 这边我们一起进来看看 这个屋子是从之前买到现在 是完全Original的 完全没有专修过 整间新兴的没有住过 所以如果要找这边的屋子的话 我觉得可以看这个屋子 来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屋子呢 门双面开的 而且这样大幅是不是感觉很大气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样 before进来之前 请把我点击按赞分享 订阅我频道 陆陆陆陆陆陆给你介绍 不一样的好屋子 你看到这边一进来呢 哇 哇 这个客厅是不是很长很宽 我从这边走过来 而且整间是很透观的 这个屋子的方向非常的美 也是坐南向北的一个很好的方向 你可以看到这整间呢 它是属于一个很high ceiling的一个concept 啊 这边我目测啦 我目测啦 5个meter跑不掉 至少5个meter OK 你看 这个如果你在加以设计的话 整间很grand 很class 啊 你看它的整个 整个柴关 整个空间 而且Original它给到你的料呢 都是大料等级的啊 而我们顺着呢 我们来到后面中间这一边看 中间这一边呢 有一个天井的设计 哇 天井的其实我很喜欢一下啦 为什么呢 这边如果呢 你有自己的玄学 自己的风水 这边可能摆一些你的风水啊 摆一些水流流啊 你的水可以把个柴园滚来啊 是我的话啦 这边摆个麻将做 嗯 在这边打麻将 看上面开掉的话啦 多么有情调啊 哇 晒着太阳 只是可能你要放一个反晒玻璃啦 哦 OK 所以这个空间呢 当然如果你没有用到的话呢 你要把它推掉 你要把它作为更大的空间 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屋子呢 是individual的任意装修更改 没有问题 后面的话呢 这是它的dining area 加上这一边的话呢 你可以作为一个干厨房的空间 啊 你看看这边的point 全部拉好给你了的 啊 这边看你要怎样设计啦 然后呢 我的左边这一边都是dining area 旁边都有两边的sliding door 可以 exit到旁边的10层屁 所以这个屋子的空间哇 很大 而且整个一进来呢 哇 没有这样压迫感 就是大间哦 买屋子要买大间 就是要买这种嘛 是不是 来 我们来看后面的厨房 area 这边呢 可能根据它之前的design来讲 这个是一个四厨房的design 当然后面的话 你也没有问题的啊 我们看后面的邻居呢 你看它有把它拉出来 啊 它有把它拉出来 你看它很善用后面的10层的空间 这边呢 我们也可以看看后面的10层的 蛮大一下的啦 只是还是要看女人去利用这个空间哦 哇 两边都有地 嗯 很好给你走动 你的宠物啊 你的孩子啊 都很好去走动哦 下面的话呢 有个加义房 我们可以讲是用的房 也可以讲是一个地理理论 嗯 这个放一个床可以 放cabinet 的话比较难啦 可能要放一个比较小的一个woodrobe啦 那种 呃 去 买 去那个 呃 买订买的啦 OK 来 这里的话是它楼下的一个厕所啊 这个是它的厨房的厕所 楼下呢是有两间房 一家一房跟两个厕所 这是后面部分哦 我们大概看看就好哦 然后呢 我们去到旁边 我们去看客房 啊 客房 我们俗称老人房了哦 给你爸爸妈妈长辈住的房间 我们看一下 这边一进来呢 你看 哇 是不是人采观很好 而且现在大概是11点12点的时间 你看人间的采观不错 后面的太阳是位在的 因为它是坐南朝北嘛 后面是面向南嘛 然后这里呢 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厕所啊 隐私很 有隐私权哦 你可以看到啦 哇 它的隐私很高哦 而且空间的也很足够咯 这边呢 假如你父母住楼下的话 我觉得是足够的啦 老人家 这里的楼下的整个情况呢 我也给你们看到完了 走 我们一起去楼上看看 你可以看到这是楼下的一个stolen啊 当然它的瓷砖也是铺满的 而且空间很大 给你去翻置东西哦 楼上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 original 来的料呢 都是属于大料级别的 白杆扶手 杆花玻璃 而且呢 下面是timberwood啊 所以这个屋子一上来呢 哇 很class 真的是很class 而且我们这个镜头 我们一转上去哦 哇 看到吗 这个彩棺 这个空间 无敌啊 首先我们面向前面的呢 就是一个天井哦 我喜欢这个天井为什么 因为呢 如果我在楼下的话 我直接喊上来 不会啊 上来麻将三缺一啊 直接听得到哦 你看这三片呢 都可以信得到 而且呢 阳光都很充足 然后我们来看楼上的一个小厅区 这个不是小厅了啦 这个是算一个蛮大的厅了啦 这边呢 可以摆第二张麻将桌咯 到底挤爱打麻将了哦 然后楼上的话呢 有三间房间跟三间厕所 每间房间有自己的厕所 我们首先呢先从小房看起哦 小房这一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得到 采光是足够的 这个窗呢 是面向于北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不会热的 当然你要贴一个反晒玻璃会更好啦 然后呢 刮一个窗帘 然后我们这里呢 我们来到厕所 大概看看一下 整间呢 是没有住过是original的 所以呢 你也不用怕是讲啊 你有住过啊 有敲过哪里 打过哪里啊 这个就很明显给你看到了 难免会有点瑕疵 因为呢 这个屋龄是七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呢 我敢跟你讲 这个屋子保持到很不错 而且空间感够大哦 哦哦 你看这个是他的二房 二房是属于一个残形的一个空间 然后他的旁边呢 就是他的自己一个私人的厕所 你看 冲凉啊等等啊 不在房间 肯定是足够的啦 所以这是他的二房的空间 我们去看主轮房哦 主轮房在前面这一边 主轮房的话啦 相对来讲 他的形态更高啊 我们一进来看啊 我们一进来的既视感呢 哇 帅嘛 哇 这个全景的玻璃 哎呦 不管外观看还是我们进来看外面呢 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 class哦 你看空间感又多么的大 这边不只要摆船了啦 你这边你要摆一个小型的电影 在这边projector都可以啦 我觉得啦哦 然后我们再转来这一边呢 这个小角落呢 就是给你放modelok 给你换素装排 甚至是呢 里面可以摆一些你的摆设 收藏你的名表等等空间 我就说OK 没问题了 然后呢 这边旁边呢 就是他的浴室 哇 这个主轮房浴室 格局美哦 你看 他都知道很好 而且走动空间是有的 两旁呢 都可以用得到 无论是上厕所 洗手还是呢 洗浴 甚至是他的buff dog呢 都在没有这样碍眼的地方啊 我们讲 所以那走动空间是有的 而且整间的磁砖呢 给到你很grain的感觉 所以单单磁砖这种啊 你不用去特地去烦恼了 你只需要去想呢 怎样去改造这个格局罢了 OK 所以这整间的屋子的情况 我也给你介绍完了 我来给你梳理整个详情 今天呢我来到哪里 给你介绍这个屋子 这个屋子呢 在Pukit Inta这边 很稀有的区域 叫做D Grand这边的 一个双层半独立 40乘以80 市价一房跟5个厕所 这边呢有24小时保安围离 然后呢 屋龄大概是7年左右的时间 Free Hall Individuator 和印底专续更改换颜色 故事问题 然后这屋子的方向呢 是坐南朝北 后面南前面北 所以这个屋子哦 买你多少钱呢 如同之前我讲的 估价来到1.55M 本来屋主卖1.5M 但是他反复思考了过后 他忍痛割爱 他只卖你1.36M 几乎跌了18千左右啊 所以如果呢 你对这个屋子有兴趣的 你不妨可以与我绝对联系 我给你更多的详情 甚至是呢 我们数数约的时间 来看这个你心意的屋子 所以无论呢 在新三早的买卖住的 你都可以与我绝对联系 我是俊松 一个认真为继续屋子的男人 最近的分享视频到这一边 新闻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